俗话说得好 结婚是人生中头等大事 要经过时间的磨合 才能步入婚姻殿堂 而下面这对情侣直接颠覆我们的三观 只恋爱四天就领了结婚证 四天之后我们就去领了结婚证 闪婚啊 才四天 是的 你没听错 仅仅恋爱四天就领证 不得不说 这才叫名副歧视的闪婚 男生小王27岁 女生瑶瑶20岁 从年龄来看 27岁的小王属于试婚阶段 但瑶瑶才20岁 刚刚满足结婚的条件 就和比自己大七岁的小王领了证 属实有些操视过急 不过话又说回来 既然能结婚 肯定还是有原因的 亲爱的嫁给我好吗 好的我愿意 就是因为这个可爱的笑容 让我觉得 她就是我这辈子想要娶的女人 所以我们相恋了四天就结婚了 其实就是喜欢吧 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看她怎么都好 一个喜欢她的笑声 一个就是单纯的喜欢 就这样 两人匆忙地领了结婚证 其实两人在半年前的一次活动中 就认识了 但当时也只是朋友关系 半年后 两人觉得对方都挺不错的 于是就决定变成恋人关系 就在两人在一起的第二天 小王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在一起的第二天晚上谈心嘛夜里 因为我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 我就跟他谈一下说可能明年要结婚 花钱月下过后 小王向女友谈到了婚姻大事 就是因为小王的一句明年要结婚 闹出了一个大乌龙 姚姚竟把这句话给听错了 然后我就不是听错了吗 我听她跟我说明天要结婚 明天 然后我心里其实也唐突了一下 我想明天是不是有点快 那可不是有点快 那是太快了 这速度我估计可以打破吉尼斯纪录了 不过人家小姚也是个大方人 竟直接同意了 又一想 就因为当时就特别喜欢她嘛 然后我就心想明天就明天呗 我的天哪 这小王究竟有多大的武功 竟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能把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变成妻子 实在是令人佩服 不过有个问题 开始说的是四天领证 那这才两天也对不上好 其实当时小姚的年龄是够的 但生日还差两天 于是两人又等了两天才去领的结婚证 所以四天领证就是这么来的 但你仔细想一下 如果当时小姚不差那两天 那结果可就变成两天领证了呀 如果她够了这个结婚年龄 你们等于一天恋爱 第二天就结婚 你们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记录就不申请了 因为两人领证也是偷偷摸摸 当时双方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两人的事 所以两人领证时 双方都是从家里偷出来的户口本 才办理的结婚证 不得不说 俩人可真是个人才 但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还是没能瞒住父母 当父母知道这件事后 直接就被欺诈了 跟妈妈的微信 妈咪 我领劲了 别告诉我爸 你爸猜到了 他怎么猜到的 又不理我了 祝福你 以后别回这个家 不要和我们任何人联系 我陪这个女儿 当看到这条信息时 我是多么理解当父母的心情 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 就这么一生不响的成了别人家的媳妇 换作是谁也接受不了啊 不过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再生气也没用了 婚后小王也是在这件事下了不少功夫 终于把关系缓和了许多 这才把这件事平息下来 那么既然都没什么问题了 两人为何又闹到这个舞台呢 可想而知 四天领证数时有些太快了 两人互相都不怎么了解 磨合的也不够 所以在接下来的相处当中 产生了许多矛盾 没结婚之前 小王是个大烟鬼 小瑶也知道她抽烟这件事 但现在结婚后就不一样了 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 小王抽烟的习惯 直接影响到了小瑶 这也是两人矛盾当中的其中之一 被限制每天十根烟 这又能怪谁呢 还不是结婚太早惹的货 接下来小瑶还发现 男友是个花心大萝卜 在大街上见到美女就迈不动不 甚至还主动上前为人家开门 这可怕小瑶气坏了 然后就不行了 就一个劲看 看了不行 她还专门去那个商场那个门口 把那个门给人拉开了 给人拉开人走出去以后 还回头看 她在跟我说什么 她跟我说 哎呀就是那个妆化的好看点 身材好点 皮肤白点 那个会穿衣服什么的 哎呦我能不生气吗 男人喜欢看美女 这是我理解 只要不做出格的事 就算是好男人 但让我不能理解的是 姑娘你这生气的样子 看起来比谁都开心 这点是让我不能理解的 然后你生她气的时候 也是笑咪咪的吗 差不多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爱笑 人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其实小瑶平时不但喜欢笑 还喜欢秀恩爱 这点也是小王 接受不了的其中之一 就拿两人坐地铁来说 当时周围那是人山人海 小瑶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跟男友秀恩爱 做出了一些辣眼睛的举动 她就是个双手环落脖子 已经算是挺亲密了已经 这不行 这就一会儿亲亲耳朵 亲亲嘴啊什么的 我哪有 我背过去了好不好 你们不觉得辣眼睛吗 这是野网初说 把小瑶整得都不好意思了 但在这么多人面前秀恩爱 却是有些不妥 周围的人都用一种 羡慕极度恨的眼光 看他们俩 属实有些尴尬 不过以上这些事情 都是小事 真正闹矛盾的原因 是在办婚礼这件事上 两人的意见不同一 小瑶想要一场浪漫的婚礼 而小王却不想多花钱 所以两人产生了矛盾 她想要那种 特别主题是梦幻型的 但是我去网上也是 收集的一些关系这方面的资料 然后发现这个费用是特别高 咱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 说你要是特别高这样的婚礼 咱还是有点负担不起 不可能把所有的投入 积蓄全花在一个婚礼上头 你后期还得过日子 不得不说 大七岁的小王就是显得成熟 知道两人已经结婚了 不能把钱浪费在牌面上 毕竟以后过日子才是正事 而小瑶也是个懂事的女孩 既然婚礼方面难有想省钱 那我就从别的方面找回来吧 我说那咱们婚礼弄得简单点 那咱们买个婚纱呗 那每个女孩肯定都是希望结婚时候 穿个自己的婚纱什么的 我说买个婚纱她还不行 她非要让我租一个 一件婚纱少说也得几千块 而且就结婚那天穿一回 这对小王来说就是浪费 所以租一个比较合理 结果就是女友这次也妥协了 现在婚礼简单办 婚纱也不买 这对小瑶来说有些说不过去 毕竟才20岁就嫁给你 再怎么说也得整点浪漫的事情了 于是小瑶又提出了要求 不买咱们那个咱们蜜月的时候 咱们去个好点地方也行 咱们去个那个什么欧洲呀什么的 她这都不同意 这也不行那也不是 这样好像有些说不过去了 毕竟人家20岁的女孩 才4天就跟你领了证 起码也得满足人家一个条件吧 去欧洲那边 去欧洲那边的话 就是因为很大两点 就是第一语言不同 第二然后就是安全不算 跟团呀 我也想就是跟团呀 但是他不听他就要自费 自费费用多高啊 说了一大堆理由 结果还不是业为钱 我看你这就是想过喝拆桥吧 反正已经领证了 就算不答应你这些条件 也得跟我结婚 不过话说回来 看小王这人也不像个伪君子 有可能真的是家庭条件一般 但女友提出的这些要求 都是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 既然能提出这样的条件 那小瑶的家境应该不错吧 那下姑娘你家的经济条件 是不是比他们家好一点 没有吧 我没感觉 我也不知道他家经济条件是啥样的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啊 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总知道吧 好家伙 这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啊 竟然连男友挣多钱都不知道 这跟从大街上抓过来一个人 就结婚有啥区别吗 什么都不了解 就敢领证 这女生也真的是够胆大的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小瑶目前还是个学生 现在北京实习 小瑶本来是想实习两年 再回家过日子 毕竟谁都有自己的梦想 但问题是 现在两人已经是有症的人了 男友小王坚决不同意这种异地恋 接下来听听小王的想法吧 我绝对不能同意异地恋 本来刚结婚嘛 前面没有感情基础 如果来不来 就是直接就分开了 以后也肯定走不长 他也提出过让我去北京找他 但是我干的这个工作 是关于电竞嘛 那到时候别人顶替你的位置 你不可能再回来了 但是你不去就算 你也不能老让我回来 那毕竟我也有我自己的梦想嘛 完了 这下麻烦了 这就是先领证后谈恋爱的结果 一个去不了北京 一个想要自己的梦想 说到这小瑶的笑容也没有了 看样子是这件事把两人拦住了 才结婚不到一个月 就出现这种问题 到底怎么办呢 总不能离婚吧 接下来还是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你刚才讲的一句话 有一点 我有点惊到 就是你已经开始后悔 你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是不是太冲动 你们其实还没有谈恋爱 你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你根本不了解他 但是我知道你很喜欢他 对不对 对啊 男生 你比较大 你要扛起责任 既然结了 我觉得不如开始谈恋爱 去了解对方 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事到如今 只能互相慢慢了解吧 只能说作为大七岁的男生 要扛起婚姻的责任 别把太多的压力给到女生 结果也只能这样 接下来再听听下一位老师怎么说 我告诉你什么叫喜欢 喜欢我认为 是会上下变化起伏很快的一种情绪 我今天喜欢你 但是你今天惹我了 你好讨厌 你说了一句话 我不喜欢听 哼我不喜欢你了 我今天看到你说了一句甜言蜜语 我又喜欢你了 这个就是你 喜欢是可以这样起伏的曲线 但是爱不是 爱是一种稳定的 更深沉的 不会因为风吹雨打 心情起伏 情绪的变化 而轻易就反悔的事情 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 人生跟游戏是不一样的 我衷心的建议 婚姻不可而戏 婚姻不是而戏 这句话说的确实没错 但是到如今 两人已经领证了 说白了就是后悔 也已经晚了 也只能像上一位老师说的那样 慢慢了解吧 要真是实在合不来 那也只能离婚了 谁让你们俩当初冲动呢 此时图老师也有同样的看法 结婚嘛 太容易了 只要两个人愿意 护沟本一拿 马上就可以结婚 婚姻之前的了解的长短 不能成为 是否能够结婚的唯一标准 有些人谈着谈着 谈了七八年 最后反而不适合在一起 也有一眼亲心 于是就过了一辈子 但有些事情 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极小的概率 而人与人之间 长足的了解 一定是对婚姻 最基本的尊重 就像图老师说的那样 这两人就是在拿婚姻 做赌注 像这种四天 就领证 还能够一辈子的概率极低 反而想要婚姻 稳定长足的发展 那肯定要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所以说 结婚不要走捷径 还是得慢慢沉淀 感情的基础 才是正当 接下来 图老师对于两人的现状 给出了建议 既然木已成舟 婚也结了 这个时候再慎重和认真起来 也为时不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你们 不要再以最初的那样的方式去交往 你们一定要意识到 你们是结了婚的人 充分地让对方了解自己 也充分地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念 在这个发达的社会中 什么要都有 唯一就是没有后悔要 既然已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 就要对这个婚姻负责 如果现在及时调整态度 还为时不晚 最后还是听听两人的心里话吧 从婚纱到婚礼到旅游 其实咱们的预算是都可以达到的 但是只是你要求的 有的时候过高了 如果再稍微降一两个档次的话 咱们所有的要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不是说要求多高呀 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态度嘛 你说你之前连一个态度都不给我 那我肯定会自己会瞎想啊什么的 主要咱们现在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所以我得跟家里人商量准备 这些事情都不是说我说了就不做 那很好说 但是我必须得做 所以我不能说 小王这话说的没毛病 两人刚结婚不到一个月 连婚事都没和父母商量就做决定 确实有些不妥 所以说现在还不能操事过急 就像老师说的那样 慢慢磨合吧 结果也可想而知 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在一起 毕竟才结婚不到一个月 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对情侣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